玲玲 笑笑 燕燕 鲁卡家族 守护精灵 魔法棒的意外 魔法齐活成功 月圆之夜的月光 能量真的好强大呀 让我变点魔法玩吧 把它变小吧 变 哎呀 我好像是月圆 夏夏 怎么了 月圆呢 我不小心把月圆变得很小很小 恐怕比一粒芝麻还小 啊 怎么会这样 太危险了 我们得赶紧把月圆找到 怎么办呀 找不到月圆了 夏夏 你真的太出心了 啊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铃铃 你关灯干嘛 夏夏 别说了 赶紧找地板上的亮点 那就是月圆 找到了 夏夏 你太出心了 还好铃铃铃我的荧光项链有亮光 要不我就被你踩死了 大叔 请问你给我留大红线的包子了吗 铃铃 大叔当然记得 可是灵灵 你怎么才来 这两个包子都冷了 咦 我刚刚还看见包子在这里 怎么忽然不见了 难道是桃桃 我刚才看见她提着两个包子 可桃桃刚才买了两个包子 是不是桃桃 现在不能肯定 不过我们可以去问问 桃桃 你别走 你的包子是哪里来的 是刚才买的 有问题吗 让我好好观察观察 桃桃 包子是你从店里偷偷拿走的 别冤枉人 你有什么证据 夏夏 你两个包子跟店里的一模一样呢 灵灵 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包子就是桃桃拿的 你胡说 店里的包子是从蒸笼里拿出来的 都是热乎乎的 除了这两个包子 因为放在外面太穷了 所以它们是冷的 我刚才摸了你的包子 正是冷的 不仅别人同意 桃桃拿别人东西是不对的 桃桃 你不能这样做 换你们厉害 包子还你们了 手针它 咱们下次走着球 夏夏 我还有个疑问 桃桃买了两个热包子呢 当然是吃了呀 天树妈妈怎么了 天树妈妈好着急 她一定是在找什么 我刚才扫走了 好的垃圾出去呢 啊 灵灵 你把什么扫走了 洛伊 枯草 对了 还有一只 你扔掉的破皮鞋 灵灵 垃圾在哪里 好可爱呀 天树妈妈找的 一定就是这两个小宝贝了 夏夏 你怎么知道 天树妈妈找的是它们呢 夏夏小侦探 在花园里四处侦查 没有发现可遇情况 那么 天树妈妈要找的东西 一定被你扫走了 妈妈 你刚才在找我们呢 才不是呢 小淘气 我找的是你的弟弟 他在墙角小洞里睡着了 夏夏 服装店姐姐 养的小鸡巨蟹不见了 你能帮忙找找吗 你们仔细找过了吗 小鸡巨蟹 一定躲到店里的某个角落了 我们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夏夏小侦探 赶紧走吧 这就是小鸡巨蟹的小海螺 小鸡巨蟹非常喜欢这个小海螺 整天都待在里面 今天一大早 我准备给小鸡巨蟹喂苹果 却只看到这个空壳 让我好好观察观察 小鸡巨蟹爬不快 也爬不高 服装店的门一直关着 这么说 它应该还在地板上 在哪里呢 姐姐 那些瓶子是做什么的 是以前装零食的空瓶子 放这里很久了 找到了 小鸡巨蟹正在瓶子里呢 小鸡巨蟹怎么会突然爬进空瓶子里呢 姐姐 小鸡巨蟹把瓶子挡到它的新家了 啊 我忘了 小鸡巨蟹长大了 这个小海螺可太小了 它住不下 就只好重新找一个新家了 姐姐 赶紧给小鸡巨蟹 换个漂亮的新海螺吧 下下我们去游乐场玩吧 哇 滑地上好多雪 没法玩了 鸡鸡 我想到一个好地方 一定很好玩 去哪里 跟我走吧 哇 池塘结冰了 我们可以滑冰了 这里安全吗 可以滑冰吗 当然可以了 看我的 哇 滑冰真好玩 鸡鸡 快来滑呀 小小 冰冰裂开了 危险 赶紧回来 到处都是裂缝 我没办法回来了 鸣鸣快来救我 我不能来救你 我们俩在一起更重 里面立马就会裂开了 那个怎么办呀 小小要掉下你了 小小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鸣 小小 接住 我拉你 我拉住了 太好了 你终于安全了 下次我再也不去 危险的地方滑冰了 鸣鸣 谢谢你 我请你吃包子吧 太好了 走 吃包子去了 对不起 太好了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